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很正常,但也都不会随便去交往,唯恐一时不慎,交往到不三不四的人而殃及灾祸 因此,在交往的过程中,都会先观其言谈举止和貌相,尤其是古代,人们受其相学的影响 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五官相貌,就代表着其一生的性格及为人,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有句老话说,娇男莫娇婴鼻子耀眼,娇女不娇身舌头抛眼 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道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娇男莫娇婴鼻子耀眼 婴鼻子耀眼,其实是人们象征性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和鼻子长得像婴鼻子,眼睛长得像耀子眼,一样的男人交往 人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相信大家对婴都不陌生,虽然很少见 但多数人也在电视或书本上有所见到过听到过老婴雕小鸡的故事 虽然是故事,但可是真的 老婴这种动物是以食肉为主的动物 所以民间的人们也常常把婴称之为老雕 恶老雕 在人们眼里,婴就是一种凶猛性的动物 因它的鼻骨中间凸起像个驼风 鼻尖是下垂的 所以古人认为 具有这样笛子的人 也有着像婴一样的性格 是个凶残成性的人 要其实也属于婴 只是小型的雀鹰 同样以猎食鼠、小鸟、小鱼等为主 北方人称雀鹰 南方人称鸯子 它的眼睛小而圆 略显发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眼睛小而圆 瞳孔偏大 或者眼露似白的人形容为耀眼 正因为鹰和药都是种凶勤 又都有着外部明显的特征 因此人们在比喻一个人凶残时 常常会用鹰鼻子耀眼来形容 古人认为 长着有像鹰一样的鼻子 和像药子一样眼睛的人 都是那种比较阴险狡诈的小人 眼神冷漠凶残 没有仁慈之心的那种 平时笑里藏刀 眼神多猙獰 心神变化不定 充满杀鸡 因此 也就有了焦男不焦鹰鼻子耀眼的说法 在很大程度上 一个人的眼神还真能把一个人的性格及其内心展露出来 但这是看的人的眼神 不是看的形状 如果单纯地以这样的长相去判断一个人 显然就有点以貌取人了 焦女不焦身舌头抛眼 这句话是古人对于一个女人的审核标准 他们认为 一个好女人是不会在和人的交往中 无故地伸舌头 地眼神的 这样的表情就是一个浪荡不稳重的女性 其实 在日常生活中 这样伸舌头抛眼神的女性 多是一种撒娇的行为和做错事而自知的表现 但在古代可不一样 古人对女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毕竟古人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 他们认为 一个女人就应该大门不出 二卖不卖 一不露皮 笑不露齿 也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淑女的风范 否则 人们就认为是伤风败俗 就不是个好女子 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下 如果一个女人和对方伸舌头抛眼神 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真具有点挑逗的意思 一般情况下 在古代这样的动作 也只有生活青楼里常见男人的女子才能做得出来 伸一下舌头 抛一个媚眼 比居挑逗性 这样的动作在当时就是一种风骚的女人所为 因此 也就有了娇女不娇身舌头抛眼的说法 如果这样的表情按现在来说 也就等于娶个乐险的娇气一些 并不为过 可古代却不行 毕竟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人们 娇男不娇英彼子要眼 娇女不娇身舌头抛眼这样的说法 明显也有点以貌取人 虽然有点天面 但也是提醒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一定要慎重 以免交往中 交到一些不地道的人受到伤害或误入迷途 但凡是都有双重性 以貌取人也不可取 毕竟长相是与生俱来的 无法改变 但性格及为人处事都是个人的修养 因鼻子耀眼也不见得都是凶性之人 伸舌头抛眼的女性也不见得都是浪荡女人 只有通过一些事情后才能断定一个人可不可以交往 既然古人这样说处于当时的社会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不知大家对于这句俗语是怎样认为的 零妖我善良真诚 为什么还这么倒霉 生活中经常听到我善良真诚 没有坏心眼 我不坑人 不害人 我做错什么了 要让我来承受这么多的倒霉事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寻子有句话叫天行有常 不为遥存 不为劫亡 意思是说 你在善良也善良不过谣地 你在昏庸也昏庸不过下劫 就是这两位人物在天道的规律面前 也是同样是白给 有人说 我很善良也真诚 为什么还会这么倒霉 天地不仁吗 世间的规律就是福或相依 谁都躲不过 有福就有祸 福或随时转化 没有哪一个人是从生到死都顺顺利利活到九十九 完完整整地离开这个世界 一个都没有 反而是越有大成就的人 磨难就越多 越大 经历的黑暗时期就越长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场考试 古人讲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 当然就是要好好地练练你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及格的 通过率很低 大部分都留级了 怎么才算及格呢 不抱怨 不要怨天尤人 要把老天给你的磨难转化成自己的心性和任性的磨刀石 积极乐观用笑容去面对挫折 这样你的福马上就来了 我们总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怨天怨地 怨时代不好 怨生意不好 怨老天 不给我们机会 我们要真正懂得正极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有人说我很笨 什么都学不会 你都知道你很笨了 就努力一点嘛 所以越是怨 就越会产生负能量 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不好 无怨是最好的风水 如果你满肚子苦水 抱怨这 抱怨哪 那你永远都在黑暗里 曾国藩 有父对联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 虽逆境一唱天怀 你现在就是逆境了 你能仰天长笑 一唱天怀吗 君子求诸己 这才是真正成事的人 零二遭受重大挫折和磨难前有什么征兆 一个人在遭受重大挫折和磨难前有什么征兆吗 万事万物都有迹可循 你认为的失误并非出于偶然 比如 第一 关于横财 天上掉馅饼 穷了几辈子 啥也没干 突然发家了 这个大金元宝 莫名其妙的就砸到自己身上了 捡了个彩票 一看中了五百万 家里破房子拆迁了一下 给赔了一千万 这些都属于横财 第二 关于横幅 前面急急无名 突然鸣满天下 上午在家里种地 下午土鸡便凤凰 贵气逼人 找了半辈子的媳妇没找到 突然一个大美女愿意嫁给你 这些都属于横幅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横货 要相信 有多大的横财和横幅 就有多大的横货在后面等着你 老人言 福或相依 天欲或人 必先以微福交织 先让你尝尝甜味 看看你的表现 如果你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正好趁此机会积德行善 广利众生 也就是厚德载物 那么这个横财和横幅 你就抗住了 真正属于你的了 你就过了这一关 如果你不思修德 交银放纵 单于享受洋洋得意 那么接踵而来的 就是非来横货 零三真正的成功 一定是厚积薄发 大气晚成 我年轻的时候 希望自己的人生就像 一颗流星一样 闪耀着划过夜空 哪怕只有一瞬间的璀璨 那对我来说 就是永恒 最无法忍受的 就是自己平庸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 相信很多的年轻人 也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想让自己真正地活一次 可以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在经历各种超越常人的奋斗努力 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起落沉浮之后 到现在我才明白 所谓的年轻有为 绝对不是好事 年轻的时候 锋芒毕露 争强好胜 只想立业 不想修得 只想进 不想退 只想争 不想让 只想满 不想亏 只想的 不想舍 只想成 不想败 即使我们幸运地 有了一点短暂的成功 那么随之而来的 便是一双无情的大手 把你从成功的悬崖上推下来 这种感觉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有人说 好人没好报 什么叫好人 什么又叫行善呢 古人讲行善 不着善 有人觉得自己是好人 觉得自己帮助了很多人 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没有 当你自己觉得的时候 依然不是了 所以你会发现 越是做事越多的人 反而会觉得自己 什么都没做 越是没做多少事情的人 越认为自己做了很多 要以无为的心态做 有为的事情 是让别人觉得 而不是自己觉得 自罚者无功 不要想着 年轻有为和一夜暴富 老子讲 飘风不中日 暴雨不中招 看看我们身边失败的例子 比比皆是 咱们的德性兜兜不住 此处满 比处缺 人生就是一场长跑 真正的成功 一定是后机勃发 大气晚成 开��灯 我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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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归来